王哥你真坏 这都要当着这个晴天的面欺负人家 别着急穿上了 咱们再来一次 讨厌 看什么呀 你这死废物 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玩你的女朋友 不服气啊站起来啊 王哥他就是废物一个 话都说不了 怎么可能站起来呀 我说笑儿 你要养这废物多久啊 养他还不如养条狗呢 我哪知道啊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死去 当了几年大头兵 走之前还想让我等他 结果现在突然间回来了 成了瘫痪的废物 要不是看在他这套房子的份上 我早就把他丢到大街上去了 你想要这套房子 不如把他杀了 他无父无母 又瘫痪 弄死也没人回事 好主意啊王哥 但是我胆子小 我不敢啊 没事 我帮你 谢谢王哥 我都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但事成之后 你可要好好的伺候我 今天到了地府之后 可不要怪我 你的女朋友 我会替你照顾的 你的房子 我也会替你好好住的 师父 您真的打算离开了吗 现如今战事已停天下太平 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事实有离开这了 我女友还在家等我呢 师父 这些您的战争 凝救了数以万几的人 就连四大战神也被凝救过数次 下主的意思 是要举办策封大典 封你为大侠第一神医 虚名就罢了 帮我推了吧 可这是下主的意思 这些年您救下这么多人 这是您应得的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从医救人 从来不是 你在我茶里下毒 这是我花费数年 宣得的天下第一起 无色无味 今日总是一树再高 夜空又无力回天了 师父你不要怪我 只有你不在了 才能取代你的位置 今天起 大侠第一神医 就是我影前仇了 你能动了 晴天 你 你好了 你好了 你 都知道骂人了 看来是真的好 没想到我还有这本事 能把植物人给治好 晴天 我把你治好 你不但没信我 还骂我 你是不是有点貌生负义 刘文秀 去部队之前 我们相恋五年 你有什么我没有答应你 你还信誓旦旦说要等我 我把除了这套房子之外 所有东西都给了你 你就这么报答我的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这段时间要不是我照顾你 你坤头草都有一人高了 对 你瘫痪这段时间 要不是秀儿收养你 我们在你面前 刺激刺激 你会恢复那么快 你 这案都长不完 看来没恢复痊愈啊 需不需要我跟秀儿 再跟你表演一下 让你对付得更快啊 你讨厌啊 狗男女 我跟你们 我跟你们 你个死废物 你个死废物 再敢骂我和王哥 我撕了你的 你在干嘛 你们在干嘛 这 他能动的 是吗 这废物刚刚突然好了 阿姨 你来得正好 刘文笑他不受负荡 和别的男人乱搞 你快管管他 住口 你骂谁不受负荡 我女儿和小伟是正常交往 你废物 之前一直都动不了 成天坐在轮椅上 像个尸体一样 难道你还想让我女儿 给你守一辈子我寡 今天 我跟秀儿的事 阿姨怎么就知道 我跟秀儿认识 还是阿姨所说的呢 每次来家里 都是阿姨开的门 你们无耻 还骂 既然能动了就赶紧滚 这段时间 我看到你就烦 这是我的房子 你们凭什么黏我 该走的是你们 老娘伺候了你这么久 你不该给我点补偿吗 这套房子啊 就当是你补偿我的了 赶紧滚 再废话了 咱们弄死你 会后悔的 你们会后悔的 秦先生 你不是 爸 好好好 我马上派人去接你去 菲菲 把我去人民路接一个人 你让我去接谁啊 你现在身体不好 不能激动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快去 快去啊 好好好 你先别激动 我现在就去 终于把那个废物赶走了 今天中午啊 我们去万豪酒店吃饭 庆祝庆祝 万豪酒店 它可是咱们云城 首富万三千的产业吧 你说在那里吃顿饭 可不便宜啊 阿姨没事 我请客 我有万豪酒店会员 可以打折 王哥 你可真厉害 晴天 怎么在这儿啊 是不是没住处啊 晴天 你别怪我不念旧情 我给你纸条明路 江南大桥底下 有好几个桥洞 都是空着的 你可以去那里住啊 你可以去那儿住啊 对对对 可以去住桥洞 我记得附近 还有个垃圾场 如果你不愿意住桥洞的话 可以住垃圾场 还能捡垃圾来吃呢 行了行了 别跟他废话了 我们赶紧去吃饭吧 走走走 你好 请问你是晴天先生吗 我叫万语飞 我父亲让我过来接你 请 难道是我眼花了 我怎么好像看到 晴天上了一辆豹子号的车啊 晓友 你可真会开玩笑 晴天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上这种豪车 快走吧 我肚子都饿了 好 你这针下去 不断救不了他 他会死得更快 你说什么 你是哪个儿聪啊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哥 他是晴天先生 是爸让我接过来的 爸 爸你怎么了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都是因为他 跟万总打过电话 导致万总情绪激动 病情加重 晕过去了 什么 我爸这样子 都是因为你打的电话 我告诉你 我爸今天但凡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陪葬 我要你陪葬 华医生 你不用管他 快给我爸治疗吧 是啊 华医生 赶紧救救我爸爸 你放心 我定会竭尽全力 不 你再敢阻拦华医生 治疗我爸 我杀了你 秦先生 我希望你能自重 虽然你是我爸 前来的人 但如果你耽误治疗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 爸 爸你醒了 华神医 不愧是云城第一神医啊 果然厉害啊 真道病除 不像某些人 满口胡言 秦先生 真的是你呢 我听他们说 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 爸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赶紧躺好 对啊 万总 你现在情况还不太稳定 千万别激动啊 前段时间出了点意外 所以就 爸 爸你怎么了 爸 华医生 我爸这是怎么了 他他的气血预阻了 我时针顺气 不应该这样 他的情况 并不是体内有瘀气 而是体内有瘀血 他应该不是顺气 而是放弃 刚才你那一针顺了他的气 他的瘀血 更加聚集在你 所以 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你一派胡言 你又不是医生 你胡说八道你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 瞧你这病痒痒的药 你会疑术 你吹什么牛逼啊 你干什么 放手 你放手 再阻拦我 耽搁下去 你爸就真的没命了 他妈 你敢咒我爸 我弄死你 华医生 快救我爸 这 他救不了的 他要救得了 你爸 不会这样 你 爸 万总本来身子就入 一下出这么的血 这下肯定无敌回天了 爸那你害我爸 我杀了你 住手 爸 你真的感觉好多了吗 好多了 刚涂了两口血 整个人都舒畅了 爸 你怎么 你管这么多血 谁让你对秦先生不定的 秦先生 你又救了我一命 无妨 秦先生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万首富 我想单独和你聊聊 事情就是这样 我被我那溺土所害 虽然我成功逃走 但他给我下的毒因为太过狠辣 我取解不及时 陷入了昏迷之中 直到现在 我体内尚有淤毒未情 太可恶了 他们传您在边境牺牲了 原来这些都是隐天愁搞的鬼 夏主将在下个月举办策封大典 我收到内部消息 说隐天愁还向夏主请示 追风宁为大夏国一 假扮孝徒形象太虚伪了 假扮孝徒形象太虚伪了 下个月 夏主将举办策封大典 对 夏主举办策封大典 为这几年在战事中立下大功的人 风鸣受勋 消息还传 因为您不在 隐天愁将代替您 被封为大夏第一神医 齐先生 我可以托关系剑道夏主 帮你揭发隐天愁 不 要是让隐天愁知道我还活着 他一定不会上把甘休 我现在余毒未清 暂时还不能暴露 接下来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齐先生 你有任何吩咐 尽管说 我的命啊 都是您给的 就算为您赴汤蹈火 我已在所不辞 没那么严重 我想清除体内的余毒 需要你帮我寻几幅药材 还有就是我现在没有住宿 想让您帮我安排个住店 齐先生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 如果您不嫌弃 这万豪酒店呢 您随便住 这是我的卡 您先拿着 万家旗下的任何一个产业 您消费全民 明日咱们大夏最大药材商 济世商会 会在我们云城举行拍卖会 那里可能会有 到时间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嗯 好 那我不同意 之前我为您要经尊卡 您都不给我 您现在给一个外人 放肆 我把卡给谁 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不好意思啊 齐先生 小二不懂事 别跟他一般见识 无妨 哎呦 晴天呢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会没地方去 好这万豪酒店 你可知道 这万豪酒店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云城 最高级最奢华的酒店 小心别让保安发现 把你给丢出去 把你给丢出去 万豪酒店这种高端场所 是你能来的吗 我们不是给了你建议 想要逗和垃圾场 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让开 怎么还急了 我知道了 他是怕我们告诉保安 把他给丢出去 走什么走 跟你说话呢 你黑着脸给谁看呢 难道我们说错了吗 你之前偷溜进来的勇气拿去了 这会儿想走 岂不是太晚了 首先 我并没有想跑 我只是不想跟你们这种人说话 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十次 我是被人邀请 光明正大走 邀请 你这个病样子 谁会邀请你啊 你是万三千请我来的 万三千邀请你 秦天 你傻了呀 万三千是谁啊 他可是我们云城的首富啊 三伟哥啊 是万豪酒店的会员 他都没有被邀请 就凭你 哎呀 秦天啊 你现在身体是好 但脑子坏掉了 是我们对不住你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应该给你一个痛快 怎么你现在活受罪 真是心疯 哎呀 我们话还没说 我们呢 让你走 干什么 干什么 这里可是万豪酒店 你们在这里打架 不想活了吗 我 没有打架 发现这个人 偷溜进万豪酒店 准备偷东西 正准备教训教训 他撵出去呢 这个人偷溜进来 还混吃混喝 他还想偷东西呢 不错 这个人在我们逮到之前 居然还拿万豪酒店 名头来吹牛 说自己是被邀请来的 你们大家说说 这种人是不是欠收拾啊 咋的 敢来万豪酒店偷东西 谁给你打 我没有偷东西 你不是来偷东西 身无分文的 难道是来万豪酒店消费的 哎呀 王哥 他不可能爱消费的 万豪酒店 作为我们云城最顶级的酒店 你知道在这里消费一次 要多少钱吗 刚才啊 我们吃了一顿饭 都花了好几千呢 这还是王哥 有会员的情况下呢 没错 我是万豪酒店的白银会员 知道白银会员什么意思吗 我在万豪酒店 消费上百万 没想到今天 竟然能见到白银会员的持有人 王哥是吧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不知道您是白银会员 哎呀 刚才多有得罪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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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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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职责所在吗 我能理解他 你们赶紧把他扔出去吧 像他这样的人在这里简直是晦气 要拉低万豪酒店的档次的 就是 若这种人在这里 我们吃饭都倒胃口 赶紧给个扔出去 你们作为万豪酒店的安保人员 难道就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这位先生 是我们酒店的白银会员 我不知道他的 难道我听你们行行命的 我是你们老板万首父亲来的 你们敢动我试试 我们老板是何等人物 那是云城的首富 哪怕放在整个大厦 那也是能排得上号的 他不要从里 算个什么东西 我这逗你怎么了 不然是个傻子 又惹了 连撒谎都不会撒 王哥的废话 赶紧把他扔出去 别影响其他客人 是吧王哥 您看这是什么 金尊卡 金尊卡 对不起对不起 安先生 这是误会 你看这个 刚才对我冒犯 你们给他道歉做什么 金尊卡又是什么 闭嘴 金尊卡是我们万事集团 级别最高的卡 整个万事集团 就老板拥有一张 看到金尊卡 就如同看到老板 这位先生手持金尊卡 就相当于是我们老板亲自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污蔑先生 来 把他们大都给我抓起来 住手 假的 他的还是假的 他就是一个病样子 连毛毛钱都没有的人 他怎么会有金尊卡呢 对对对 你们自己也说了 金尊卡只有匿场 并且是在你们老板身上 这肯定是他伪造的 你竟然连万首付的金尊卡 都敢伪造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经理我作证 他之前一直贪在我们家里 他连万首付都不认识 更别说万首付的金尊卡了 他自己敢骗我们 打开 鸿蒙鬼片 竟然骗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找死 你就算只有十成命也完了 妈的老子 现在就抽死住手 住手 老板 大声音 大声音 万首付您好 我为王位 十万号酒店的白云会人 今天能在这儿遇到你 真是太荣幸了 万首付好 我是林婉秀 干什么你这是 这个人啊 他混进咱们酒店 想偷东西 我就给他抓住了 他不但偷东西 他还伪造咱们的金尊卡 我正打算教训他 给他扔出去呢 对 万首付 这个人 不但是偷东西 还用您的名头 招了撞骗的 还说 是您请来的 紧直笑死人了 要我说 光把他撵出去 都算是便宜他了 应该狠狠地教训他 让他长长短短 对对对 这种人啊 就要狠狠地教训 不然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厉害 这个就是他伪造 您的金尊卡 秦先生 您的卡 大小姐 您这是 秦先生 是我父亲请来的 金尊卡 也是我父亲赠予的 他是我们的贵客 你们竟然敢如此对 谁给你们的胆子 绝对不可能 他合的合的 怎么会是万首付 要请来的 他就是一个病样子 万首付 要请他干什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们的意思是 我是在跟你们开玩笑了 你们的意思是 我是在跟你们开玩笑了 老板 大小姐 你们三个被开除了 现在收拾东西 赶紧走 老板 别看着我们 别看着我们了 大帅 大小姐 得罪了秦先生 这个酒店就待不下去了 赶紧滚 秦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是我杀了狗言 杀了狗言 我有眼无助 我得罪您了 对不起 您帮我去这请吧 从这酒店离开 我就再也没有工作了 秦先生 来人 别 别 好 你的会员身份被收回来了 从现在起 万好酒店将不再欢迎你们 我可以走了 秦先生 是我管理无妨 帮我搬了你 你们还在看什么 还不快走 能跑 走咱们出去 还站着干嘛 赶紧滚 晚上 这秦天 真是你们家贵客 他不就是一个废物吗 屁的贵客呀 走到狗水运 小猫碰个死耗子 还不是 我干嘛跟你解释那么多 我就说嘛 秦天就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病秧子 怎么会认识 万三千这样的大人物 秦淑爱少父刚刚帮他 可认识应该自家酒店 想要维护酒店生育 别别别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下次让我们得到机会 非要争死他 秦先生 想刚才的事情啊 以后再也不管发生了 我让飞飞照顾你 有什么事情啊 尽管吩咐 不用客气 我有些累了 先回房间休息 爸 你让我去照顾他 你是认真的吗 爸 你让我去照顾他 你是认真的吗 我当然是认真的 虽然今天他治好了你 但是你已经给他金针卡 已经够还他恩情了 你还让我去照顾他 我一个女的 万一他对我图谋不轨 那我岂不是 还要对你做点什么 那就好了 你就可以和他结婚了 说什么呢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这辈子除了他 我谁也不嫁 飞飞 你老给我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这个人是谁 来 今天你就告诉我 我才不告诉你 你这孩子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 秦燕胜啊 是我的恩人 他现在不舒服 你必须得去照顾他 去就去 反正看他那个虚弱的样子 想对我偷谋不轨 估计 你没那个本事 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爸看你身体不好 生活不能自理 让我过来照顾你 照顾我 照顾我 不过你千万别多想啊 我爸让我过来照顾你 就是因为你救过他的命 没有别的意思 首先 我身体虽然不太好 但我的生活还没有到 不能自理的地步 其次 我病没有多想啊 你能治好我爸的病 说明你的医术还不错 可你身子这么弱 你怎么不给自己治治啊 我和他情况不一样 不一样 难道说 你的病 比我爸的还要严重 更难治 可以这么说 要是我偶像在就好了 不管是你的病啊 还是我爸的病 他都能守到病除 你的偶像 是谁啊 他就是曾经在边境之战 立下了赫赫战功 将无数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拯救了万千生命 被敌方号称一人 可以顶百万军队的 我大下第一审议 他说的不就是我吗 你的偶像原来是他呀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 不过 他作为大下第一审议 你作为一名医者 他应该也是你的偶像 才对啊 自己给自己当偶像 可惜 他的身份太尊贵了 除了上次争战的时候 我在电视上撇过他一眼背影 从来没有见过他 不过我爸说了 下个月下主举办封策大典 我们家已经获得入场名额了 他一定会出现的 到时候 我就一定能见到他了 我就一定能见到他了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嗯 没有了 那我先出去了 有事叫我啊 嗯 小飞 成鹏 明天济市商会排卖会 你们陪这个秦山生去一趟 嗯 他看上什么药材 无论花多少钱 你们都必须帮他拍下来 爸 我就不理解了 那个晴天虽然救了你 但是你也把至尊金卡给了他了呀 现在还让小飞去照顾他 又让我们去给他拍卖什么药材 这是不是有点过的呀 还有 之前四大战神之一的白虎战神来提亲 小飞不愿意 你都敢拒绝 现在你又强迫小飞去照顾他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懂什么呀你 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哪来那么多废话 要不是我身体刚好 我明天呢 就亲自陪秦先生过去 哪里还用得着你们 总之明天呢 必须陪好秦先生 要敢怠慢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万小姐呢 她不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吗 我妹啊 要收拾收拾 女孩子嘛 艾美 等会儿就过来了 唉 拍卖会还没开始 那边有几个朋友 我去打个招呼 你随意 呦 万小姐 好久不见 哇 不愧是大厦第一药商举办的拍卖会 太期盼了吧 那可我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买到这拍卖会入场券呢 王哥你真厉害 那不是秦天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秦天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做什么 需要向你们汇报吗 你别太嚣张啊 这可不是万豪酒店 没有万三千户着 你算个屁啊 就是 别以为昨天在万豪酒店 万三千帮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昨天万少已经跟我们说了 万首富之所以帮你 只是想维护自己酒店的生育罢了 笑什么 难道我们说错了吗 随你们东西 等一下 这个拍卖会入场券好几万 你是怎么会拿的 我从大门走进来的呀 就凭你 你说你是走进来的 那你把入场券拿来看看 那你把入场券拿来看看 怎么了 拿不出来 我就知道你在吹牛 来来来 大家都来看呢 这个人没有入场券 怎么回事啊 周经理 来得正好 这个人没有入场券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你要好好查查 请出示你的入场券 没有 看吧 他自己都承认了 秦天 你好大的担子 这可是济世商会举办的排卖会 当着周经理的面 你还敢这么理直气壮 我都有点佩服你的勇气 你好大的胆子 我没有买入场券 但他有 我是跟他一起来 外少 他是你带进来的 不是啊 我不认识他 好你个狗东西 真是睁眼说瞎话呀 见过作死的 没见过这么作死的 这个人我不认识啊 你们想把他撵出去呢 还是咋的 你们随意 看吧 秦天 人家不认识你 还不快滚 私闯拍卖会 欺骗周经 就这样让他走 岂不是便宜他了 对 就应该好好教训他 来啊 给我拖出去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万小姐 这个人扰乱会场 还想拖万少下水 我们正准备给他讲教训啊 秦先生确实是我们万家的客人 他的确是我们带进来的 万少刚说不是 我会如实告诉爸的 我会如实告诉爸的 小飞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呢 我在帮你出气好不好 这小子 仗着有点医术 以为我多了不起 你 什么玩意儿 好了 我们拍卖会快开始了 既然是外小姐的客人 那就留下来吧 请 我代表既视商会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宣布 拍卖会正式开始 今天第一件拍品 长白山生产的千年灵芝 恭喜陈先生 我们今天 最后一件拍品 压咒物千年人参 千年人参的价值 我就不多介绍了 今天这株人参 起拍价两千万 每次加价 不低于两百万 现在大家可以开始了 万小姐 我需要这株人参 请务必帮我 把它拍一下 千年人参 我要了 我要饶 青龙战神的寄生试吻 他竟然也来了 胡小姐 你怎么还亲自 到我们拍卖会上了 需要什么料材 把电话 我们马上给你送到府上去 这株人参 别拍了 我们青龙府 要了 这株人参 别拍了 我们青龙府 不要了 胡小姐的话 周某自当听从 来人 赶紧给胡小姐包上 等一下 周经理 你这样做 不合规矩吧 不合规矩 问下在场的人 谁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任何意见 胡小姐想要 我们哪敢跟您争啊 怎么样 可是是我先看上 这株人参的 你 小飞 你干什么 他可是青龙战神的 天生事物 咱爸都忍不起了 原来是云城首富的千金啊 难怪敢跟我有意 不过你这云城首富之女的身份 在别人眼里或许有点分量 在我眼里 屁都不算 给我包上 等一下 虽然你是青龙府的人 但是 你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的吧 这株人参对我们来说有大用 还希望胡小姐你能 嗯 你算什么东西 滚开 够了 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都敢仗势欺人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小臭 我就仗势欺人 你能奈我何 我就仗势欺人了 你能奈我何 哦 我知道了 你要这株人参 是想给这个病秧子用的是吧 万小姐不会跟这个病秧子用的 您可是万首富的千金啊 居然看到这个废物 万小姐 你可真不挑啊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 秦先生只是我父亲的恩人 我只是为了报答他的恩情 千年人参这样的好东西 他配用吗 我看你脸色发白 身体虚的不行 你还是赶紧回家准备棺材等死吧 千年人参救不了你 给你也是暴体天物 青龙战神的人 就你这样的宿主 秦天 你没事吧 妄议青龙战神 饶死 姓秦天你这是狗胆暴天 连青龙战神都敢骂 这小子居然当着胡小姐的面 说青龙战神的坏话 胆也太肥了 他这不叫塔飞 就是储的 想不到这样的人 怎么会是外首富的恩人 弄死他 让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如何 你们还要跟我争吗 胡小姐 这个人参 我希望你能让给我们 他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小飞 你是不是疯了 胡小姐 对不起 人参我们不要了 你买好了 哥 都学一位 你要人参 你自己买啊 让我们给你买 算什么本事 仗着帮我爸一回 老是让我们给你干事 今天要不是看在人多 我非整死你不可 今天要不是看在人多 我非整死你不可 看来万公子 比万小姐要聪明多了 不瞒诸位 今日 我拿这株人参 是为了给青龙战神 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三日后 便是青龙战神的生日宴会 大家觉得 这株人参 我该让给他们吗 不该 不该 当然不该了 既然是拿来送给青龙战神的寿礼 那就更不能让了 他是什么身份 也配合青龙战神抢东西 青龙战神是我们大厦功臣 边境之战中 对我们大厦立过汗马功了 今天 你贱命一条 还敢跟青龙战神争千年人参 你怎么不上天呢 这株千年人参 现在是我们济世商会的了 我做主 胡小姐你拿走 谁敢有异议 就是跟我们计时商会 作对 听到了吗 外小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 于是 让他拿走吧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哎呀 放开一个手 算你们识相 胡小姐 千年人参 周经理 千年人参 还有吗 千年人参 珍惜无比 没有了 晴天你站住 你们想干嘛 没想到啊 晴天 那个万语妃居然为了你去买千年人参 你是怎么做到的 有必要向你们解释吗 行 不跟我们说也没关系 拿来 什么 昨天那个万三千不是给了你一个什么金尊卡吗 拿给我 林婉秀 你开什么玩笑 想我把金尊卡给你 凭什么 就凭你瘫痪的这段时间我照顾你 还有 昨天在万豪酒店 你让王哥白银会员被取消 你理应补偿我们 没错 你还我流失白银会员 你得陪我 你们会员资格被取消 那是你们自作自受 就由自取 想要金尊卡 可能 好啊你晴天 长本身了是吧 要不是我 你早就去地府报到了 就是 要不是我跟秀儿 你还在轮椅上瘫着呢 无耻 妈妈谁呢 把金尊卡给我 要不然 继继续回去坐轮椅 放开他 放开他 万小姐 你们在干什么 万小姐 你别被人骗了 这个晴天 就是一个废物 之前瘫痪在家 要不是我照顾了他 他早就死了 行了 我做事不用你们教 金先生 我们走吧 事情就是这样 最后那株千年人参 被青龙战神的贴身侍卫 胡妖娆给抢走了 青龙战神 胡妖娆 金先生 您必须要千年人参吗 菲菲 你先下去 我想单独和金先生聊聊 好 当初影天愁 给我下的是这天底下 最难解的歧毒之一 现如今又在我体内 留存太久的时间 一般的办法不要踩 根本无法将其完全移除 千年人参 作为天下祈宝 我需要它的精准能量 把我体内残留的毒药 给化解掉 不就是啊 身体啊 要向我全康复 非千年的人参不可了 千年人参 本就珍贵 可遇不可救 这次基石商会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株 都被胡妖娆拿去 送给青龙战神 当受礼了 我上哪儿给你找一株啊 那我就直接去找青龙战神了 那我就直接去找青龙战神了 在之前的边境之战中 青龙战神屡次负伤 都是我给他救治的 其中有两次 他被敌方重伤 抬回来时只剩半口气 是我硬生生将他从鬼门关给救回来的 他欠了我好几条命 我找他要一株人参 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那太好了 青龙战神这人呢 他虽然有时候比较高冷 但在大事上还是义不容辞的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一株人参而已 他肯定愿意给你 不过青龙战神的生日宴会 他肯定邀请了不少的大人 明确的话 万一有人认出你来 所以这次与青龙见面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青龙战神也给我们家送来清帖 我身体啊不方便 打算让小飞 城旁去就算了 既然如此 到时候我跟你去一趟 我把青人参啊 也带进去 等一下 我先联系一下青龙战神 提前给他们打个招呼 青龙大人有请 青人参 我们过去吧 你告诉他 是我来找的吗 这个道明书 我就是在电话里告诉他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要见他 青人参 青龙战神知道你还活着 不会对你不利吗 青龙战神欠了我几条命 他不会出门我 青龙战神我们来了 呵呵呵 青龙战神 万首父欢迎啊 话说你要让我见个什么重要的人 还不让我告诉其他人 是我 青龙战神 今天我说的大人物正是秦先生 大胆 你好大的胆 竟然敢冒充秦一胜 青龙战神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在边境之战中 秦一胜已经牺牲为国捐躯 你以为你现在整出一张 与秦一胜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理 就能欺骗我 让我相信了吗 青龙战神 你是不是误会了 秦先生就是 闭嘴 外三千 你让人假扮秦一胜还带来见我 你到底是何居心 难怪你之前打电话让我悄悄的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们做这种事当然要悄悄的 青龙战神 你真的误会了 原来影天仇对我造的那些阴影 让你怎么相信 他在你们心中的位置虽然很重要 不过影天仇阴险减湛 他骗了你 我也能理解 想当年 我也是给他的东西 放手 他的目隐神医之言不信 信不信我现在就灭了你 信不信我现在就灭了你 青龙战神 你快放开秦先生 秦一胜牺牲 隐神医归为当今大厦第一国手 边境之战 他曾协助秦一胜 救助过无数战士的姓名 战争结束太平后 他更是开设一国 经常免费为百姓勘指制 隐神医为大厦立下赫赫战功 为百姓排忧解难 是我大厦之动量 你敢辱骂他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你们都是被他的演技给骗了 隐天愁他狼子野心 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骗你 没错没错 秦山省今天能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被隐天愁给欺骗了 隐天愁为了获取秦先生的地位 给秦先生下了毒药 他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秦师灭祖的小人啊 万三千 请你自重 再敢对野神医出言不逊 就算你是云城首富 我也照样对你不客气 就你还敢冒充秦医胜 你要真的是秦医胜 身体又怎么会如此虚弱 要知道秦医胜不仅医术高明 实力同样飞 千军万马都未能伤及秦医胜的分毫 十大之尊也只有他一人侥幸靠脱 这你倒还记得挺清楚 所以 像你这种手无腹肌之力 我一根手指就能捏死的人 冒充秦医胜 简直就是对秦医胜的侮辱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现在我要代替秦医胜和野神医 灭了你 你胸口那处伤可完全恢复 你胸口那处伤可完全恢复 你 你怎么知道我胸口有伤 边境之战第五次大规模战役 你被敌军三大战将围攻 你最终虽然获得了胜利 但你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你的腹部被一箭贯穿 弦武战神将你送回来只剩半口气 我用九转环魂针法 为你治疗五个小时帮你从鬼门关救回你 你 你怎么知道 边境之战第八次战役 你一冲入敌方指挥营 想擒出对方手里 胸部被对方禁卫劈的裂开 回来 是我一针一线为你缝合治疗 救了你 幸福 还记得治疗那会儿 你还 还光着身子在我面前 别说了 您 您真的是秦医生 太好了 秦医生您没有死 是我刚刚有眼无珠错怪了您 我就说嘛 秦先生真的是秦医生 不怪你 你也是射了隐天愁的蒙骗吗 秦医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隐神医不是您的徒弟吗 隐天愁真是个卑鄙小人 秦先生现在这样都是被他害的 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啊 青龙战神 今天我们来找你 就想要这株千年人参 秦先生啊 需要这种人参解毒 岂有此理 隐天愁人面兽心 竟然是这样的秦医生 秦医生有需要 青龙自当全力满足 谢了 青龙 有了这株千年人参 就可以彻底解决那逆途 给我下的毒了 秦医生 哪里的话 没有你 我早死了 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先回去了 站住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位是 一个病秧子 确实病得不行 他这副身体已快到极限 最多两个月 他就得去地府报到 今天可是青龙战神的收入宴会 他这样的一个人进来 太会计了 他不会是青龙战神要请来的吧 怎么可能 青龙战神根本就不认识他 就算认识他 他病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还要请他来呢 话说 他不会真的只能活两个月了吧 对 他浑身上下散发着死气 我刚刚说两个月 都已经算保守了 他极有可能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了 你还知道死气 你是大夫 我不仅是大夫 我还是大夏第一神医的弟子 没错 麒麟乃是隐天愁神医 前段时间收的关门弟子 你虽然死气长生 半截身子都埋在了土下 但我还是有办法 为你的命续上几个月 我身体不好不紧 但我就不是病 而且 即便是我不做任何治疗 活上三年五载的也不是问题 站住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说错了吗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说错了吗 不是觉得 你说的本来就是错了 哈哈哈哈 我说的是错的 你是在质疑我吗 麒麟 你可是隐神医的关门弟子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疑你 还真是不知好歹 麒麟有办法为你训命 还不赶紧跪下来求麒麟为你治疗 反而大言不惭 怎么你这是想欲擒故纵吗 哼 都说了你的把戏已经被我们看穿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原来是在偷东西的 偷东西 那就是我送给青龙战神的千年人生 好啊你 居然跑到青龙府来偷东西 你胆子太大了 不是我偷的 是 还狡辩 这株千年人生 是我亲手送给青龙战神的寿命 我还能认错 那天在祭祀商会 你就想要这株千年人生 最后没有得逞 今天居然来我们青龙府偷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来人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来人 拿下他 住手 你们青龙府的人都这么不讲理吗 你偷东西还敢口出狂言 自己偷东西 还骂别人不讲理 贼狠捉贼 你真是有够无耻的 无耻 和你师父比起来 我还差得远呢 放肆 可侮辱我师父 我 秦天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在干什么 万小姐 你来得正好 他偷了我们青龙府的东西 你说该怎么办吧 什么 前两天在祭祀商会拍卖会上 你们没有得到的千年人生 今天他跑来我们青龙府偷 万小姐 你老爸的这位恩人 品行着实够恶劣的 秦先生 你真的 我没偷 还嘴硬 你没偷 那你把盒子拿给我看看 怎么了 心虚了 不敢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偷 那就把盒子打开给大家看看 证明你的清白 秦先生 你真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秦先生 我知道你非常需要那株千年人生治病 可是就算是在需要 你也不应该去偷啊 况且这里是青龙府 你要知道偷窃后果会有多严重 我说了 我没有 狡辩 你还在狡辩 如今证据都摆在面前了 你还死丫子嘴硬 这株人参是青龙战神送我的 不是我偷的 青龙战神送你的 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你算什么人物 大人送你 你配吗 秦先生 如果你非常需要这株人参 我跟我妈都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找 或者花中金购买 可是你不应该在青龙府偷窃 甚至是撒谎骗人 万小姐 人心险恶 现在你知道她的真面目了吧 以后再与人交往的时候 要睁大眼睛把人看清楚了 来啊 把她拿下 打入死牢 是 胡小姐 秦先生曾经救过我父亲一命 我请求你 可以饶他一次 万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护着他 只要你可放过他 我愿意代替万家 向青龙府赔礼道歉 我知道你爸是云城首富 但我们青龙府就差钱了嘛 今天他套了我们青龙府的东西 别说是你 就是你爸亲自站在我的面前 我也不会放过他 没错 要是这样就放过他 那以后青龙府的威严何在 以后什么阿猫阿狗都赶进来偷东西了 拿下 拿下 住手 那不能抓他 发生什么事了 见过白虎战神 白虎战神 宇飞 你也来参加青龙兄的生日宴会了 到后院干嘛 为什么不进去 白虎战神 您来得正好 刚才有个人想偷咱们青龙府的东西 被我逮了个正着 我正准备抓他去问罪了 万小姐去护着那个小偷 敢来青龙府偷东西啊 这件事可从未听说过 宇飞 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小偷 秦先生救过我父亲 我不能看着他被抓不管啊 哦 是吗 宫小姐 你怎么样才能放过他 只要你答应放过他 你尽管提要求 我一定满足 要是你答应我之前的要求 白虎战神 你 你不就是想绑下他吗 这件事对我来讲太简单了 只要我跟青龙兄说一下 我必可以保他万事大吉 白虎战神 你想让万小姐答应你什么 只要你跟你答应家 我定会帮你东西 我定会帮你保下的 还是不愿意 你可得想清楚了 在咱们大厦 偷到可是大罪 在青龙府偷东西 是罪上家罪 如果没有我 他死定了 你爸来了 也没有用 什么意思 就自命意思了 所以宇飞 你还要不要我保他 我 只要他们答应放过秦先生 我可以答应 你不必答应他 万小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谢谢你如此待了 不过 我身正不怕影子邪 没头就是没头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哼 我见过死丫子嘴硬的 但硬到你这种程度 我还是头一回见 事与至此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这株人参 确确实实是青龙战神送给我的 不信 你们可以马上去问 青龙送给你的 你当你是谁啊 你是夏主还是影神医 我这么跟你讲 在大夏能让青龙送东西的人 屈指可数 何况是这一株千年人参 他连我都舍不得送 何况你 也配 你觉得我配吗 也配 你觉得我配吗 你 你是 废话 你这个废物 当然不配 我告诉你 你偷青龙府的东西在先 辱骂我师父在后 你完蛋了 抓住他 先断了他的双手 打烂他的嘴 你要打烂谁的嘴 青龙战神 这个人偷您的千年人参 被我们抓了 人参是我送给秦先生 谁说是他偷的 大人 人参真的是您送给他的吗 可 可您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难道我做什么事情 还需要向你汇报 属下不敢 属下不敢 白虎兄 你来我本该出门迎接你 先来我屋里 我们谈你事情 他 那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青龙战神 为什么要送他千年人参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刚刚没看见万三千 跟青龙大人在一起吗 青龙大人 之所以会将人参送给 那个姓秦的 肯定是看在万三千的面子上 嗯 一定是这样的 万宇飞不是一直说那姓秦的 是他爸的恩人 所以万三千 请求青龙大人 把人参送给他 或许换个角度讲 大人其实是送给万三千的 有道理 不过 他以为有了千年人参 就能活了吗 那副山铁 千年人参都叫不了参数 报铁厅 不行 我得去跟大人讲清楚 好好的一注千年人参 不能就这样给浪费了 我和你一起去 菲菲 先到宴会厅去 你 你真的是秦医生 怎么可能 秦医生不是已经 秦医生没有死 关于秦医生的那些消息 全都是谣言 我们都被影片筹给骗了 对不起秦先生 无妨 至于白虎战神的疑惑 我就不多说了 青龙 你跟他解释 人紧迫 我就先走了 告辞 秦先生 我跟你一块去 告辞 竟然是这样 也就是说 秦医生是被影神医所汗 到目前为止 影神医还不知道秦医生还活着 没错 如果影神医知道秦医生没死 岂不是 大人 那株千年人参 您应该拿回 你说什么 那姓秦的命不久矣 你把千年人参送给他 太浪费了 命不久矣 没错 根据我刚才的观察 那人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 长则两三个月 短则一个月 他必死无疑 哪怕不用千年人参也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大人 你把千年人参送给他 又救不了他 还不如留着您自己用呢 这样才能发挥出千年人参最大的价值 你们先去宴会吧 金罗 你怎么看 金罗 你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这千年人参我已经送出去了 绝对不可能要回来 秦医生几次三番救我们的命 没有他 我们早去见阳王爷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秦医生还活着这个事情 要不要告诉你 你什么意思 尹神医现在位高权重 况且在秦医生没死之前 他所做的事 是为大家立了很多丰功危机 是很多人的英雄 但是 现在 是尹神医的时代 况且范麒麟刚也说了 秦神医最多也就是那两三个月 那范麒麟算个什么东西 他的医术也敢跟秦医生相提并论 况且 你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想跟尹天仇打报告 出卖秦医生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出卖秦医生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出卖秦医生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可不许不说 秦医生几次三番救我们的命 没有他 我们早就见阳王爷了 知道 知道 万首富 接下来的治疗我可能需要点时间 征途不能让人打扰 你帮我找一间安静的房间吧 没问题的 您过来 秦先生 这里绝对安全 我会亲自在外面给你守着 有什么事情 随时叫我 那我先出去了 飞飞飞 怎么了 先前青龙战神 生人也会 白虎他喝多了 他想欺负我 什么 那你现在怎么样 有事没事 他没事 白虎战神倒挨了他一巴掌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他没事 我可有事了 他没事 我可有事了 我先进行之战中 见到夏主 你要告我 你是痴人说梦 我可是四大战神之一 为大夏立下赫赫战功 你告我 你拿什么告我 夏主会帮你吗 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湾与飞要不要嫁给我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心我翻脸无情 你要怎样翻脸无情 你要怎样翻脸无情 先生 你怎么出来了 被有的人吵到了 白虎战神 以前没看出来啊 你还会欺男霸女 仗势欺人 我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 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白虎大人 您认识他 湾飞 衣服都坏了 快去换去 长鹏 回你房间去 白虎战神 你们俩 看来 他们还不知道 你是秦医圣的身份 我一直以为 白虎战神你是位英雄 是个正人君子 可今天你的行为 太让我失望了 口气这么大 还以为自己是 之前的秦医圣吗 土都埋到嘴巴的人了 在这里装什么装 白虎战神 你怎么说话呢 秦先生以前救过你 我怎么说话 还轮不到你来笑 今天 这件事情你不管的话 接下来 你还能好好过 要不然可就遭老罪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你又如何 你们这是干什么 白虎战神 不管这么说 秦先生以前救过你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犯了你 秦先生以前救过你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犯了你 秦先生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 不能给他应来 万三千 你少在那装好人了 我也懒得跟你们东扯西扯了 就一句话 与飞嫁不嫁给我 白虎战神 不是我不答应你 实在是飞飞 她自己也不愿意 你在这里逼我 也没有用呢 只要你点头 剩下的事 我来处理 你想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你可别乱来啊你 你要敢对飞飞乱来 我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要去夏准那儿告你去 就凭你 白虎 你自助 万首夫和万小姐帮了我不少 我不希望看到他们有事 今天 你当真要顾着他们 秦医生 你可得想清楚了 你现在可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你拿什么保护别人 你要是真觉得我现在没用了 你大可动手试试 我刚都是开玩笑的 既然秦医生都这么说了 这件事情就算了 今晚你女儿删我的事情 就这么算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休息了 秦医生 宁可千万得保重好身体啊 秦医生 白虎战身现在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他对你的态度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如果他告诉隐天仇 那岂不是 他告诉隐天仇我还活着 我们也没办法 那 这该如何是好 隐天仇一旦知道你还活着 肯定会上门来找你的 事与之此 我只能将体内的毒清除 打把体内的毒清除 不管是隐天仇 还是白虎 都不是我的对手 都不是我的对手 那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那株清年人参你用了吗 已经服用了 完全恢复 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不起 秦先生 之前是我们打扰了你 现在你回房间休息吧 白虎战身走了 秦先生呢 他回房间休息了 爸 要我说呀 你就把飞飞嫁给白虎战身得了 他要实力有实力 要地位有地位 飞飞嫁给他也不亏啊 还高攀了呢 你在胡说什么 谁胡说了 白虎战身乃是四大战神之一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们万家虽然有钱 但是跟他比 那差太远了 你要是跟白虎战身结婚呢 借助他的实力 我们万家更上一层楼 要嫁你自己去嫁 反正我是不会嫁的 万语飞 你清醒点吧 得罪了白虎战身 那后果很严重的 今晚你也是运气好 你躲得了一次 躲得了第二次吗 到时候不光你倒霉 整个万家都跟着受牵连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家有家归国有国法 我相信他白虎战身 他也不敢乱来 啊 你就这样吧 我懒得跟你们争了 我困了 回去睡了 飞飞 你放心 只要你不愿意啊 爸爸会逼你嫁给任何人的 马上就策封大典了 我们已经收到邀请寒了 他白虎战身真敢乱来 到时候我们就向下主 搞他的状 谢谢爸 白虎大人 是我 小鹏呀 宁心别生气 听我说 其实啊 我一直赞同啊 你跟我妹结婚 我也劝过他 但是你也知道 我妹的脾气啊 加上 还有我爸一直护着他 所以才 不过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哦 什么好办法 我想办法 给我妹下点药 有时候 你跟他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他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呀 好好好 对不住了 飞飞啊 哥哥 都是为了你 你 你 你听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在你杯里 加了点料 白虎大人 您来了 都给您安排好了 你爸 不再想 放心 他一大早去集团了 没人会打扰你 干得不错 我不会亏待你的 大舅子 那您 慢慢享受 嗯 你干什么 您别怕我 干什么 是不是明知故问吗 之前让你跑掉 这一次我看你死了 等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就是我了 等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就是我了 放开我 你这个畜生 你叫我 你叫我越大声 我越兴奋 救命 你爸不在家 没有人回来救你 放开他 听天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一直在这里 就没有离开过 白虎战神 你好大的胆子 大白天 跑到人家家里来欺负人 你眼里还有一丁点法技吗 法技是管普通人的 管不了我 早知道你是这样人面兽心的东西 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 可惜你后悔晚了 秦天 你现在让开的话 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你执意跟我作对 就别怪我出手了 万小姐是我的朋友 让我看她被你欺负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要真觉得我是个软柿子的话 你可以出手试试 看待你曾经救过我 不复兴难为你 这行天 你要有自知之明 今时不同往日 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秦医生 你现在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废物 你不多管闲事 还能多活几 我是不是废物 你可以试一试 我是不是废物 你可以试一试 他妈的都这副卵药 还在这里跟我装 是让还是不让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碰万小姐一根手指头 你 好好好 今天这是你逼我的 我本想念这旧情 没想到你灵完不灵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你说 尹天仇知道你还活着的话 他会怎么办 你现在还要阻我吗 我说了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碰万小姐一根手指头 就算你去向尹天仇告状 也休想我让开 行 你了不起 别后悔 万小姐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万小姐你干什么 万小姐你干什么 我好热 我好难受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这是那个畜生 竟然给你下没中药 万小姐 白虎大人 怎么样 你不是说家里没人吗 是没人哪 我爸出差去了 下人也给我支走了呀 那那个姓秦的怎么回事 姓秦的 这回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叫白虎战神 好你个姓秦的 敢坏我好事 姓秦的 你在干什么 不行了 白虎战神呢 你放心 白虎已经离开了 他没有对你怎么样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 万小鹏 你混蛋 你把我水里放了什么 魏飞 我好不容易帮你跟白虎战神 创造一次机会 又被你给毁了 简直不知好歹啊 还有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啊 我们家的事 什么时候来到你来管了 这段时间 你吃我们家 住我们家的 还坏我们家的好事 你哪来的胆子啊 啊 你知道刚刚那个人是谁吗 他可是大厦的白虎战神 你得罪他 你有几条命啊 给自己的亲妹妹下等送 你还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 你个下等人 你懂个屁啊 我那是为他好 他要是跟白虎战神在一起了 他就是战神夫人 我们万家也跟着受益啊 所以为了利益 这亲情于不顾 随便出卖自己的亲妹妹 关你屁事 住手 关你屁事 住手 爸 你不是在开会吗 你怎么 小兔崽子 我怎么跟你说的 又对秦先生不敬 爸 你为了一个外人又打我 你知道他刚刚在干嘛吗 他在欺负飞飞 秦先生能看上咱们家飞飞 是我们万家的荣幸 你疯了 白虎战神看上飞飞你不愿意 一个在我们家吃白食的废物 看上飞飞 是我们的荣幸 你是老糊涂啊 滚 滚了再也别回来 秦先生 实在对不起啊 这屠崽子都给我怪坏了 万小姐 刚才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刚才中了毒 控制不住自己 衣服是你自己扯坏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手掌贴在你后背 是为了给你解毒 我真的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 我长得很难看吗 我长得很难看吗 啊 我问你 我长得很难看吗 万小姐这问的是什么问题 你长得不但不难看 还非常漂亮 可是 我刚刚都已经那样了 你还 我还没有捂齿到那种地步 趁人之位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啊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和你父亲慢慢聊 飞飞 嗯 秦先生这个人不错吧 当时我让你去照顾他 你还担心他对你涂抹不轨 现在你知道他的人品怎么样了 唉 如果刚刚你们发生点什么 那还多好啊 爸 你说什么 爸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你为什么要对秦先生那么好 虽然说他救过你的命 但是在我这件事情上 你没必要这样吧 秦先生虽然救过你 你感激他我能理解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连白虎战神你都能拒绝 你为什么希望我能嫁给他呢 飞飞 以后你就知道了 白虎战神 席客 今日到来 有何要事啊 今天快活着 白虎战神你们要跟我开玩笑 我师父他在边境之战中 畏谷捐躯了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今天还活着 我是亲眼所见 不信 你问麒麟 就是那天 在青龙府上 病泱泱的那个人 那个人 他 他是师父的师父 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前几天青龙生日宴会 您不是让徒儿带您去吗 我们在青龙府见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他还活着 丁神医 您跟青医生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您别误会啊 这次我来 就是想跟您谈个合作 合作 医生 你有话直说吧 麒麟 我徒弟 不碍事 行 那我就直说了 你想要他死 怎么样可能不爽 我们两个可以合作 把他送去他该带的地方 白虎老弟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师父可是在战争中救过你数次 你为何恩将仇报 想要治他于死地啊 他是你师父 那你为何还要给他下毒 多害 好了 我们就别废话了 一句话 合不合作 师父 那天我在青龙府 看见那姓庭的 他尽快不行了 最多一个月 他必死 一个月马上就到 册封大殿 如果册封大殿的时候 他跑到大殿上面 大说一通 影神医你可知道后果 所以 你如果不想被他当众揭穿 避免夜长梦多 我的建议是 立马送他上路 我的建议是 立马送他上路 所以你想怎么做 我的想法是 影神医 大师不好了 夏主突发恶极 危在旦夕 什么 夏主 情况怎么样 非常严重 夏主身边的御医团队检查了 都表示束手无策 所以他们现在都在等您去 行 知道了 既然这样 影神医你就快去吧 别耽误了 要不然夏主 真有什么意外 就完了 麒麟 你现在立刻去散布一条消息 就说 最近我去了境外 不在国内 让府上所有的人 管好自己的罪 如果敢泄露半点消息 我灭他全家 是 影神医你什么意思 半括老弟 你说 如果夏主死了 会怎么样 你 半括老弟 今天要不也别走了 留在这儿 陪我好好聊聊天 上次和万小姐的事 真的是误问 我没有欺负 我知道 我知道 秦先生 真的欺负了他 我也没什么意见 没什么 我的意思啊 秦先生别想那么多 你的为人 我还是特别相信的 秦先生 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服用了人身 我体内的淤毒 也被清除干净 接下来 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好 等你身体啊 完全康复了 就可以找隐天仇 那个王八蛋报仇了 怎么会这样 好好 我知道了 出什么事了 夏主病危 要死了 什么 医医团队呢 隐天仇呢 什么 医医团队呢 隐天仇呢 刚才是青龙战神 给我打的电话 他说夏主突发恶极 身边的御医团队 正在检查 都没办法医治啊 隐天仇最近又不在国内 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 夏主现在在哪 带我去看看 对啊 别人没办法 秦先生肯定有办法 我们现在就找青龙战神 夏主居住在皇城内 我们没资格进去 只有青龙战神带我们一块进去 夏主病危 别人救不了 我必须进去 秦先生 你这一去就暴露身份了 隐天仇肯定知道你还活着 无妨 那医图迟早会知道的 我体内预毒一清 我已无据 好 我跟你一块去 夏主呼吸越来越弱了 暂时休息在这秘密暗房 消息不得外传 黄御医 你们赶紧想办法 快 快准备饮食针法 额前不能用针 夏主已经六十多岁 加上他现在病重 身体素质处于最低点 你们再在他额前用针 不但救不了他 反而还会加速他的死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新来的 在前段时间 隐神医认为以前的御医团队能力不足 并建议夏主 将御医团队的人员全部换掉 现在御医团队的医生 都是后来隐天筹考核进来的 之前护卫夏主的田通领辞职了 现在这位是新任的江通领 没想到 我们在的这段时间 变化这么多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什么人 大夫吗 凭什么阻止我们用影视针法 隐神龙战神 这人是谁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们如果不想下手死的话 就放弃影视针法 你们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你算什么东西 敢质疑黄御医的决定 黄御医可是咱们团队的首席大医师 他的因数比之神医影天筹也丝毫不弱 你敢说他是错的 我不管他是谁 错的就是错的 放肆 江通领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人明显是进来捣乱的 你还不赶紧把他轰出去 打扰我们救治夏主乃是死罪 该打入死牢 好大的胆子 跟我走吧 等一下 等一下 青龙战神你干什么 这人一进来就口出狂言 打扰黄御医他们救治夏主 你难道还想包庇他 江通领 你肯定是误会了 秦先生他是 短三千 这令来夏主请功 没有夏主的境界 你竟敢私自进来 你干他何对 刚才没有理你 不代表你没有罪 我 万兄是我带子 是不是我也有罪 江通领 你要连我一起抓了吗 快 快用以示真法 不能用 我不管你是谁 再打扰我们一阵夏主 我就让你死 还要让你全家拉出去陪葬 再敢胡言乱语打扰黄御医他们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们不用管他 赶紧救夏主 你们这是在害夏主 夏主 你醒了 夏主你感觉怎么样 你不是说用影视真法是错的吗 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只是回光反照 并没有真的好 一会儿 他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一派胡言 你到底是哪来的猫头小子 这由我们也就算了 现在还敢周麻夏主 你当真是不想活了吗 你当真是不想活了吗 小子 一二再再二三的口出狂言 就算有青龙战神护着你 我今天也要把你拿下 夏主 黄御医 你快看夏主这是怎么了 夏主 怎么会这样 黄御医 快想办法 快准备真经计 你们刚才使用的影视真法 夏主身体受到严重刺激 他脆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回光返照之后 他现在这是应激反 你们再胡乱用针 夏主就必死无疑了 你干什么 你敢拿挣扎夏主太阳穴 你这是想害死夏主 大胆 竟敢公然行刺夏主 我杀了你 秦先生 小心 青龙战神 他是我带进来的人 想动他 先过我这一关 他谋害夏主 你还护着他 青龙战神 难道你要造反 我没有谋害夏主 我是在救了 放屁 太阳穴乃人体死穴 你扎他死穴还出想救他 难道把我们当傻子吗 难道把我们当傻子吗 您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太阳穴虽然是死穴 但同时也是活穴 用得当 也可救命 简直一派胡言 我们从一十载 难道还不如你一个无知小二懂得多 老夫治过的人 比你见过的人都多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扎太阳穴 那这次就让你们开开眼界了 夏主行方稳住了 太好了 成了 秦先生成了 这怎么可能 所以说玄武跟涛铁都是一个人 也不能这么说 玄武和涛铁 他们都是好朋友 如果出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会站在我这边 是吗 鸿宫那边传来消息 先前青龙战神带着两个人去了夏主庆宫 一个人是万三千 还有一人 好像就是晴天 走 我们去夏主庆宫 宁神医 你刚不是还说不去 宁神医 你刚不是还说不去 晴天去了 就算夏主进到了阎王殿 他也有能不能把他拽回来 我不能让他得到 就夏主这一个勾 可你已经让麒麟散布你去国外的信息 你现在去夏主庆宫 岂不是 你忘了师父 我这有趣 夏主的情况总算是稳住了 不过夏主这次犯的病比较严重 再加上刚才他用的饮食针法 夏主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不过观察一段时间就行 扎太阳穴难道真的可以救命吗 太神奇了 我从于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回见 银沾渣太阳穴能治病的 对不起 刚才误会了你 没事 你也是为了保护夏主 我能理解 黄御医果然好医术啊 范晨医 你来了 黄御医 你们刚刚是对夏主 使用了饮食针法是吧 是 是 你这个角色实在太英明了 这次夏主疾病来得突然 还好黄御医你医术高明 经验丰富 如果你们不是刚才正确使用饮食针法 刺激夏主心脏 那么夏主是真的命不久矣 范晨医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夏主现在脱离危险 只是因为使用了饮食针法的缘故 要不然呢 可他说是他用银针扎夏主的太阳穴给治好了 什么 扎夏主太阳穴 你这想害死夏主吗 太阳穴乃人体三大死穴之手 就算正常人被针扎一下 都有可能当场死亡 更何况是夏主现在这种情况 他扎夏主死穴 你们怎么不拦着 别人不懂 你们懂的 太阳穴连碰都不能碰 何况是用针扎 令我看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到底有何居心 竟然敢谋害夏主 江通灵 你骗我们 你骗我们 我就说扎太阳穴怎么可能救人 还有什么太阳穴既是死穴也是活穴 简直胡说八道 我们行医实在 还从未听过这种说法 没错 刚才夏主心脏停止 得亏是用了饮食针法才得以恢复 你们都记住了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 进入休克状态 一定要用饮食针法 才是最快速 最有效的办法 知道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现在的御医团队 简直都是一群雍蚁 难怪夏主这次 都遇到这么多 你说什么 你谋害夏主还口出狂言 江通灵 还不把这狂妄小子拿下 等一下 警龙战神 你还要护着他 想动他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一 我根本没有谋害夏主 二 刚才夏主之所以能好 正是因为我给他太阳穴扎针所致 一派胡言 刚刚范兄都说了 夏主能够得救 是因为我们正确使用了隐士针法 是黄御医的英明决策 范兄乃隐神医的灌门弟子 难道他说的还有错 难道他说的还有错 可笑 我很好奇 你们这种水平 当初是怎么通过考核 进入御医团队的 放肆 江通灵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把这狂妄小子抓起来 江龙战神 你再不让开 我连你一起拿下 夏主 夏主 黄医 夏主怎么又吐血了 你快帮他看看 我 你怎么你 夏主吐血了 你快给他治疗 范神医 你快救救夏主吧 你是隐神医的徒弟 你肯定有办法了 怎么样 我 我 你们快别站着 快给夏主治疗 是你 刚刚我们明明把夏主救醒了 都是因为你用银针扎太阳穴 现在出事了吧 没错 夏主和这个样子 都是你扎太阳穴造成的 是他 是他害死了夏主 你这个胆大包天的畜生 江通灵 此人用银针扎夏主死穴 我和范医生都没有办法了 早知道他要谋害夏主 一开始就应该把他拿下 不应该让他靠近夏主的 夏主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啊 夏主 我要命你九族 你们不想让夏主死 就都给我闭嘴 夏主吐血 是因为再次应激排异反应 你们这群雍医没办法 我有 你们这群雍医没办法 我有 你干什么 你要是真心为夏主好 就老实待在原地 好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救夏主 夏主今日但凡有个三长两短 你全家都得跟着陪葬 没错 夏主现在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你先请用银针扎了他太阳穴 现在你还敢来 你完蛋了 你给我住手 不得伤害夏主 青龙帮我拦住他 青龙战神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带一个刺客进来 秦先生可不是刺客 谋害夏主 你这是造反 都说了 我们不是来害夏主的 我们是来救夏主的 还狡辩 止住了 止住了 血真的止住了 真的都止住了 你真的治好了夏主 心电图又恢复正常了 怎么可能 夏主刚刚明明已经 心跳正常 呼吸脉率也都正常 全部都恢复正常了 你 你真的把夏主救活了 我就说嘛 秦先生能行 你 我说了 我有办法 犯神医黄御医兜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到底是谁 没想到你真的会医术 还如此高明 刚刚是我们误会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你有如此医术 今日还救了夏主 但我师父回来 我定要告诉他 邀请你的府中做客 看讨医术 对不起 刚才是我冤枉了你 都有得罪 还请人了 你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夏主 你没错 错的 应该是这些无能的人才 你是什么意思 那人无能 小子 不要以为你这次 瞎猫碰到死耗子 稳住了夏主的情况 就可以目中无人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照样对你不客气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照样对你不客气 好了 夏主的情况好不容易稳定 黄云 你们就不要吵了 让夏主好好休息 我们大家 现在都先出去吧 秦先生 那个范麒麟 好像知道你的身份 卢士好像 是一定 那怎么办 他知道了 尹天愁岂不是也知道了 那你今天 知道就知道吧 反正也是早晚的事 避免不了的 秦先生 要不你今天呢 去青龙府住吧 有青龙战神在 尹天愁知道你还活着 他也不感动你 我现在身体还没有 完全恢复 去青龙 确实能安全训 好 那就只能打扰青龙战神 秦医生 最近就驻我府上吧 尹天愁那混蛋赶来 我把他头拧下来 胡侍卫 胡侍卫 大人 你会 怎么又是你 胡侍卫 你负责照顾秦先生 不得有误 秦先生 你有什么事情 就尽管吩咐胡侍卫就可以了 什么 让我照顾他 我刚刚说的话不够清楚吗 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如今秦天不仅复活 还公然露面叫了夏主 一旦夏主清醒过来 秦天在册封大脸上说点什么 你可就彻底完了 秦天 必须死 师父 秦天从夏主请公出来的时候 跟着青龙战神回了青龙府 青龙战神 青龙一直很维护秦天 他把秦天带回青龙府 应该就是想保护 该死 师父 我突然想到一个 可以把秦天引出青龙府的办法 我突然想到一个 可以把秦天引出青龙府的办法 什么办法 秦天他不是跟万家人关系很好吗 如果我们把万家的人抓来 我不幸秦天他能置之不理 好主意 我们去抓万家的人做人质 比秦天从青龙府出来受死 白虎战神 抓万家的人可否麻烦你 跑一趟 引神医都这么说了 我哪好意思拒绝啊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这次你印出秦天之后 我不仅要他死 我还要狠狠地折磨他一番 爸 夏主真的被秦先生给治好了吗 是啊 秦天上给夏主治病的时候 我全程都在跟前呢 爸 我总觉得 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啊 我咋就不相信呢 御医团队都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秦天能治 他要是真这么厉害 还会被女朋友抛弃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跑到我们家来蹭吃蹭喝 我想跟你开玩笑吗 今后对秦先生放尊重一点 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对秦先生无理 看我怎么收拾你 爸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你 你对秦先生如此尊重客气 不只是因为他救过你的命 这一个原因吧 还是我家费费聪明 秦先生的事 万首富 你们一下聊得挺开心的嘛 白虎战神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给我拿下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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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万首富 怪不得我 要怪 就怪你跟秦天关系太好了 带走 要怪 就怪你们跟秦天关系太好了 带走 喂 万小姐 我可不是什么万小姐 秦先生 如果你不想万家人死的话 就立刻来南城的废弃厂房 注意 是你一个人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不来 那样的话 就等着给万三千他们收拾吧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玉飞啊 别这样瞪着我 我这样做 你要怪 就怪秦天 白虎战神 秦天招惹你 你找秦天呀 冤有头 战有主 别找我们呀 这群混账东西 白虎战神 你这样对待我们 我要向下主告你们去 告我 你们得有这个机会才行 今晚这儿 就是你们葬身之所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万三千 我告诉你 之前你要是答应 玉飞嫁给我 那就是一家人了 何止如此 白虎 你根本就不配当大厦战神 你就是个小人 白人 你说什么 既然你骂我是小人 那我就小人给你看 之前好好对你 你不干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让你放开 放开我 之前好好对你 你不干 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让你放开 放开我 白虎 你这个畜生 放开我女儿 你骂了 你骂得越来 让你折磨得越来越凶 住手 来得挺快的 看来他们对你来讲挺重要的 秦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啊 性情的 一个丧马兴 你怎么害惩我们了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想让他们死 就给我站住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给我跪下 给我跪下 住手 如果你再不跪下 我弄死他 飞飞 好 我跪 你别伤害他 没想到有一天 你会跪在我脚下 秦先生 你不要跪 你快起来啊 爸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护着他 我们都被他给害惨了 你这个逆子 给我住嘴 秦天 你不要怪我 我也是受人所托 你到底要我怎样 才能放了他们 秦先生 秦先生 真是可怜啊 放了他们 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抓过来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把他们放走 白虎大人 你看 之前我一直撮合你和我们 这要是万家出事了 下周他肯定会派人来调查此事的 你看 能不能饶了我们呀 你是在威胁我是吗 不敢不敢 我一直都是您的人呀 白虎大人 万成鹏 在我这里 你就是个垃圾 你在哪边 我根本不在乎 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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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求你了 白虎 你放了他们 呦呦呦 没想到曾经无敌的秦医圣 今天也向我跪地求饶了 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 知道自己身份 你就放了他们 他们是无辜的 既然秦医圣都这么说了 我就 那就更残酷一些吧 你 那就更残酷一些吧 你 怎么 急了 你要是放了万首富 还有回旋律余地 你要真敢动他一下 我今天定 晴天 你刚说 要干嘛 万首富 放心 只是昏迷而已 但 你再对我指手画脚的话 我保证 待会他 就不只是昏迷这么简单了 说吧 你到底要我怎样 才能放了他们 你那双手不是很厉害吗 还号称绝世妙手 可依死人肉白骨 我现在就要 废了你这双手来换万家人 你舍得吗 好 真是没想到啊 曾经风光无限 被号称天下第一医生的人 今日会自费双手 真是可笑 但你得保证说话算数 放了他们 好啊 我保证 动手 动手吧 没事 我帮你 不愧是秦医生 输费就被人真有破裂 现在 你可以放他们离开了吧 你做得很不错 那些是骗你的 你 你 今天我告诉你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谁有力量 谁就有话语权 可如今你势单力薄 又自费了济世之手 你 就是个废物 跟你玩够了 那接下来 你想干什么 贱人 之前每一次追求你 你都拒绝我 今天晚上 我看你怎么拒绝 你别动他 你敢 人在座 天在看 你丧心病狂 白虎 你不得好死 说得好 我白虎不姓天 只姓自己 没想到 你俩认识不长时间 感情都这么深了 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既杀人 又诛心 什么叫既杀人 又诛心 你 还有你 多叫几个兄弟们过来 等老子爽完 让兄弟们一起爽 白虎 我一定要杀了你 谢谢大人 白虎大人 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那只狗好吵啊 兄弟们 弄死他 畜生 我灭了你们 给我停下 没想到你快死了 还这么强 不愧是秦医生 不过 那又怎样 你再往前一步 我就弄死他 你再往前一步 我就弄死他 你敢 秦医生 你没事吧 你的手 无妨 青龙 你怎么在这里 白虎 你身为大下战神 你还有一丁点良心吗 你谋害秦医生 难道你都忘记 当年他是如何因你相识 救你性命的吗 什么 他就是当年在边境之战中 拯救无数将士性命 令狄军胆寒 号称一人可敌百万大军的秦医生 良心 我只知道权力之上 现在大部分势力都在尹神医那里 青龙 你是个聪明人 不如随我一起跟随尹先生吧 痴心妄想 我可不同于你这万恩负义之辈 念在你我曾经供债沙场 现在立刻放了外首夫他们 向秦医生磕头认罪 所以我回去自首 并指证尹天仇的罪行 我还可以考虑向秦医生求情 留你一条信命 我如果不呢 我如果不呢 白虎 你真的是无药可求 你就非要追随尹天仇那七十灭祖之徒吗 你就不怕他利用完你之后将你抛弃 放心 我既然选择跟隐神医合作自由我的道理跟退路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了 倒是你选择帮助秦天 小心隐神医一并把你除掉 他没这个本事 到现在还最硬 难道你现在还有复仇隐神医的本事吗 有 我没听错吧 你现在拖着副病痒痒的身子骨 你现在还有本事复仇隐神医 你白日做梦呢 到时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会将你们这群不仁不义之辈逐一绳之一法 我可真是很期待呢 青龙 你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帮了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废物 放肆 还敢对秦先生无礼 我杀了你 来啊 你以为我怕你 今天你赢了我 隐神医一样不会放过你 我乃青龙战神 隐天仇他还做不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是吗 徒儿拜见师父 徒儿拜见师父 没想到您还活着 不过 哎 你怎么搞成这样啊 隐天仇 秦医圣是你的师父 你一身本事都是他教的 你现在为了地位名号 竟然敢残害师父 你诸狗不如 你骂谁 青龙 你在说什么呢 他手上的伤是他自己弄的 幽默 是吧 没错 所以啊 青龙 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也不要对我这么有敌意 有什么事 咱们可以坐下好好聊聊 千万不要 为了一个将死之人 站错了队 要不然 是啊 青龙 走错了路 现在回头还不算晚 蛇鼠一窝 隐天仇 你拿着秦医圣教你的医术 在这里嚣张跋扈 但自古邪不能压正 你等着吧 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而你白虎 势力小人 到时候我会联名两位战神 禀名下主 废除掉你战神称号 我休与你为伍 什么 你说你要联合玄武战神和饕铁战神 可惜啊 他们二位跟我的关系非常好 恐怕 他们不会答应你 什么 莲韬铁战神和玄武战神也跟你 什么 莲韬铁战神和玄武战神也跟你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这是大下之耻 我永远不可能与你为伍 青龙 你神医好好跟你说 别给脸不要脸 就是 以我师父如今在大下的地位 想收拾你 就算你是四大战神也没有 青龙大人 如今秦医圣 大势已去 万一战错了队 可能将我们青龙府托入万丈深渊 不如就听他们的 这一样 混账东西 你给我闭嘴 再敢胡说八道 我灭了你 滚 青龙 好说歹说都没用是吧 你非要为了一个将死之人 同我们作对 你今晚上 当真要护着他们 有我在 谁也别想动秦医生 行 白虎我们走 可是 秦医生 秦先生 你伤怎么样 手还有没事 没事 先把他们带回去 想把他们带回去吧 嗯 女神医 虽然今晚青龙来了 但是 我们可以强行把晴天拿下 我们为什么要走 这里离皇宫太近 青龙的战力不弱 如果我们强行动手的话 恐引发很大的动静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怎么办 我们就这么算了 册封大点马上就要到了 我听说夏主已经醒了 晴天不死 你就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 可以让晴天 悄无声息见阎王的方法 什么方法 麒麟 听说你跟那青龙府的近身侍卫 胡妖娆 关系不错呀 不是的师父 我和胡妖娆只是老乡而已 平时有空聚聚 其实我们关系不好的 你别紧张 你跟他关系好 我不仅不责备你 我还要奖励你 明天你帮我约约了胡妖娆 我想见他 是 师父 走 万首夫和他的儿子都没事 他们只是说了点皮外伤 睡一觉明天应该就好了 青龙 今晚多谢了 要是没有您 我早死了 所以说 您可千万别跟我说谢 要谢 也该说我谢谢你才对 你的手 没事吧 没事 一点小伤 过两天就好了 白虎这万恩负义的狗东西 早知如此 在边境之战就不该救他 让他死了算了 人心葛肚皮 想当初 谁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要早知道 我就不会收尹天仇为徒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尹天仇肯定不会善罢该休的 马上就要册封大典了 夏主爷已经醒了 为了阻拦你去参加册封大典 向夏主高壮 他肯定还会想尽各种办法阻拦你的 要是他只对我一个人动手的话 我倒是没那么担心 秦医生 难道你已经恢复 可我看你的脸色 其实我的伤影恢复时要八九了 而且 其实我没有完全恢复 面对尹天仇和白虎战神 问题应该也不大 和白虎战神 问题应该也不大 喂 喂 杨阳 我们方便见一面吗 怎么这么着急见面 范麒麟 你这么急着约我出来 什么事啊 不是他找你 是我 隐神医 胡小姐 脸还疼吗 青龙也是 昨晚为了一个外人 竟如此打你 还当着这么多人面 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 胡小姐 你可想出这口气 出气 怎么出气 难道你想让我报复青龙大人 哎 妖娄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报复青龙大人吗 说到底青龙战神之所以会打你 都是犯那个姓秦的所赐 师父的意思是 如果有机会对付那姓秦呢 你 我当然愿意 青龙大人以前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这次也因为他 我恨他 来 我这里有一个好东西 他那天下第一歧毒 青天现在不是在你们青龙府上吗 你只需要找机会将他加入青天的饭菜 以及他饮用的水里 我保证 青天他会死得很惨 你 你让我下毒 怎么 你不敢 不是 叶神医 你知道的 青龙大人现在很维护青天 我给他下毒的话 一旦被发现 我就 他不会发现 我这个毒 他无色无味 且他服用过后 并不会立即发作 只要你不说 一定不会有人发现 可是 杨阳 你刚刚不是说要报仇出气吗 如今机会摆在你面前 难道不要吗 只要你这次成功了 我师父 一定不会亏待你 对一万步来说 就算这件事情最后暴露了 我师父 一定能保你安全 不会让你出事的 你难道 还不相信我吗 好 我做 好 我做 这是在哪里 白虎战神呢 我爸呢 万城棚呢 这里是青龙府 昨天晚上青龙救了我们 你放心 你爸和你哥都没事 我衣服怎么换了 放心 你的衣服是我们青龙府的阿姨帮你换的 秦先生他没有碰过你 青龙你这一身很少见嘛 让人眼前一亮啊 秦 秦先生过奖了 这才像样嘛 平时打打杀杀的都快忘记你是女孩子了 万小姐 你已经在这躺了一天了 赶紧洗漱一下去楼下吃点东西吧 秦先生 饭菜都已经热好了 您快来吃吧 青龙呢 青龙大人走得匆忙 和万首富去皇宫面见夏主了 他们肯定是去向夏主告状了 白虎战神如此对待我们 他根本就不配当大夏战神 对了 秦先生 你到底是怎么招惹到白虎战神的 他要这样对付你 甚至为了对付你 他还要绑我们 他是 这汤你不能喝 这汤你不能喝 怎么了 我正好喜欢喝这个汤 你就把这个汤让给我吧 秦先生 你昨天是不是被吓到了 没事吧 没 没 没想到青龙府 虽然出了那一股 那就让我把你引出来 喂 麒麟 秦天已经把药吃下了 确定 我亲眼所见 师父 我们成功了 不要让按我们计划下了药 并且亲眼看到秦天吃了下去 好 今天 上次让你侥幸活了下来 这次 我看你死不死 师父 我们接下来可怎么做 等天亮 这青龙府 秦天死了 青龙这个家伙 再敢跟我作对 我要他在大夏除名 身败名裂 师父 您的意思是 秦天中毒死的青龙府 下毒的人 还是青龙战神的贴身士卫 你说这传出去的话 大家会不会觉得是青龙害死秦天 马上就是册封大典 我不仅要秦天死 我还要青龙身败名裂 妙啊 师父 你这简直是太妙了 一剑双雕 寄送秦天去了地府 还能把青龙战神拉下水 敢跟我作对 就是这个下场 今天青龙跟万三千 想进入皇宫里头见夏主 还好遭有安排 没有让他们进得去夏主的庆功 明天之后 大夏将再无青龙战神 他连皇宫都休想在踏进半步 他连皇宫都休想在踏进半步 青龙你给我出来 尹天朝 你带人闯救我青龙府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打算彻底不隐瞒 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吗 青龙 你谋害我师父 大夏第一功臣 你该当何罪 你在说什么 近日 我得知我师父大夏医生 在边境之战中并未牺牲 有幸存活 而你得知他还活着 就将他引进府内谋害 我师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你竟对他下如此毒手 我记得在边境之战中 他曾救你数次 对你只有恩 没有仇 你到底在胡言乱语是吗 我一句都听不懂 青龙战神 你谋害我师祖一事 我们已经都知道了 你以为装傻充愣 就能谋魂过关吗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这里是青龙府 不是你们仨爷的地方 请你们速速离开吧 听不懂 那你可让我们搜上一搜 我怀疑我师父的尸体 就在你青龙府上 你们对秦医生做了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帮你报仇啊 青龙战神不是打了你 我们不仅要擒天死 我们还要帮你把青龙战神 一并搬到 你就瞧着吧 秦医生 秦医生 叫什么 我师父都被你害死了 啊 我知道尸体在哪了 嗯 你们在找我呀 你们在找我呀 秦医生 秦医生你没事吧 我还以为你 我怎么还没死 是吗 颖天丑 你现在看我好好的 是不是很意外 怎么回事 我 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我明明把药下进汤里面 他也全喝了 我亲眼看到了 他怎么还能好好的 什么 你竟然敢给秦医生下毒 我 我 颖天丑 你以为你骗了我一次 还能骗我第二次吗 你下的这个毒 确实天下无双 只可惜的是 我已将它参透 它现在对我 完全无用 好啊 颖天丑 你竟然敢在我青龙府 对秦医生下毒 来人呢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不愧是大夏第一医生 果然厉害 这个毒 是我最先找到的 我研究了各种办法 都没法治出解药 结果到了您这儿 这么容易就被破解 师父 就是师父 颖天丑 其实你天赋不错的 只可惜你品行不端 心术不正 在医术上 你这辈子 也就止步于此了 胡说 秦龙 你屡次为了一个将死之人 跟我作对 你觉得值吗 颖天丑 你欺失灭祖 两次下毒 谋害秦医生 还想嫁祸我 在册封大典之日 我一定要告诉夏主 让夏主卡了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 好 路是你自己选的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们走 让他们走吧 秦升 为什么不让我抓他们 我了解你天丑 他虽然身手不怎么样 但他擅长用毒 强行阻止 可能会让你青龙府有所损失 胡妖嬌 你胆敢勾结外敌 背叛我青龙府 来人 把他给我拉下去 我错了 我错了 大人 你原谅我这一次 饶过我这一次吧 废物 那我他妈是废物 明天就是策锋大典了 他还不死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师父 跟错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叫人去把晴天给做了 如今白虎战神 玄武战神 掏地战神 都是我们的人 如果你还不放心 就叫他们三个一起去 我相信以他们的实力 那下晴天 应该不会出现意外了 而且到时候 白虎他们斗手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把青龙先提前支走 晴天现在就靠着青龙庇护 只要没有了青龙在身边 想杀他就很简单了 好 现在就把白虎他们 给我叫过来 是 晴天 休想我到侧风大典 休想 菲菲 你到底走不走啊 侧风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再耽搁下去 都要结束了 这么默契 青龙战神 等不耐烦 都先走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青龙战神被夏主叫走 是因为要去商量 侧风大典的具体事宜 和我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今日侧风大典 我终于能见到我的偶像梦中情人了 可不得打扮得好看一点 要如果早点遇到晴天 或许 可惜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行了行了 不要耽搁了 我们过去还得十几分钟 你 今天真美 好了 你们三个我们一块走 秦先生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离开了青龙府之后 为什么胡侍卫 就被青龙战神打入死牢了呢 他勾结外人 背叛了青龙镇 雷飞啊 你说的梦中情人 他到底是谁啊 比白虎战神还厉害吗 他比白虎战神强千倍万倍 白虎战神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前几天爸没见到夏主 等今天侧风大典见到夏主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让大家都知道 白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吗 白虎战神 玄武战神 滔天战神 不按守护 本来今天我们要杀他的 可惜你们在一起了 那就把你们一起消灭了吧 没想到你们两个也成了影天仇的走狗 看来影天仇这一次真的着急了 把你们三个都派了 少废话 今早干了他们 不能参加侧风大典 是 新天 万小姐 雪永战神 陶梯阵神 怎么可能 沛飞 没事 他没有答案 不行 我能杀我 我能打下阵神 你杀了我 下手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 你都害怕了 现在 你知道害怕了 我错了 求求你 秦医生 给我付机会 不要杀我 白狐 你能当大厦的战神 真是大厦的耻辱 不过 你放心 我现在还不会杀你 我要留着你 去告诉大家 影天仇的真念 秦医生 即使你现在真的恢复了 我劝你 还是不要跟你神医作对 册封大姐已经开始 他马上被封为 大厦国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现在去跟他作对 不会有好下场 你让我执政他 做不到 这可由不得你 你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一样好东西 如果你不帮我 执政影天仇 那么十二小时之后 你的心肝脾肺 会逐一腐烂 还会蹊跷流血 受万以示心之痛 那个时候 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成 所以 你自己要想清楚了 你到底 执不执政影天仇 要是不去 我也不逼你 你自己在这好好享受 等一下 我去执政了一天仇 是不是把解药给我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好 我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好漂亮 太好看了 那边 来了 我终于来了 没想到我临完秀 这辈子有机会来参加 测封大典 能这么近距离 看见夏主 虽然这次为了来测封现场 我们把秦天的废物的房子给卖 但这也都值了 没错 快看 夏主来了 那个最前面的就是夏主吧 对 跟他之后那个是青龙战神 旁边那个 就是经常给百姓免费治病 然后呢 做慈善那位叫尹天仇一生 现在是大下一届第一人 都是大人物啊 边境之战历经五年时间 幸得大家不畏强敌 不计牺牲 今大厦四海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我要在此论功行赏 为我大厦功臣 赫 夏主英明 青龙战神 你可是在找人呢 你怕是在找晴天吧 你怕是在找晴天吧 那我师父 他不会来的 你什么意思 就字面的意思 我师父的 现在怕是在阎王殿 跟阎王喝茶呢 来得了什么 策锋大典 豪梯战神和玄武战神去哪里了 你让白虎战神带着他们去对付晴天了 你让白虎战神带着他们去对付晴天了 现在策锋大典正式开始 我宣布 第一位授锋人 尹天仇 尹天仇一生 是我大夏军医 在边境之战中 曾与其师父秦医生 救下无数将士性命 所以边境之战的胜利 他们当属守宫 可惜 银天仇一生的师父 最后不幸牺牲了 无法参加今日的风神大典 银神医 你师父的荣耀功绩 今日就由你来帮他带领吧 多谢夏主 我师父生前的梦想 就是让大夏与子民人人安居乐业 如今大夏繁荣太平 再无人敢犯 我师父虽然牺牲了 但看到现今大夏的繁荣景象 也会倍感欣慰 觉得牺牲值了 好样的 蒙影天仇为国医 天下第一神医 红领大下一界 多谢夏主 我医 隐神医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 这么年轻就成了国医 整个大夏一界都归他统领 太厉害了 而且他是守风第一人 四大战神都比不了他 这样的话 他在咱们大夏的地位 岂不是仅次于夏主 也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 怎么了 难不成你还想嫁给他呀 我就是想嫁给他 怎么了 像隐神医这样的人呢 你要是真嫁给他 我没有意见 还要祝福你呢 大夏神医 他不配 大夏神医 他不配 那不是晴天吗 他怎么也来了 他刚刚说什么 他竟然说隐神医 不配做大夏国医 他呀 就是来找死的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怎么可能 我就知道 秦医生不会有事的 银天愁 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银天 你在发什么疯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在这里发疯 你找死吗 没错 你竟敢口出狂言 侮辱野神医 你就是有一百条命 都不够你死的 银神医 这个人就是神经病疯子 他该辱骂你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现在就帮你处理他 没事吧 银天愁是个欺师灭祖之徒 是个卑鄙小人 如此之人 岂能做大夏国医 秦先生 你干什么 秦先生 你在干什么 真是谁啊 他说什么 你这仇是七十遍所之后 这事也太大了 他就没秘境 夏主刚封印天成 可不是 是吗 这不是你打夏主的脸吗 对啊 万小姐 谢谢你的关心 你放心 我没事的 银飞 快回来 你管他做什么 这家伙要作死 又把我们拉上一起干嘛 银神医 我们跟这家伙 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 真的 你们万家明明 与他关系很好 就是 上次你们那么护着他 还给他个什么 金尊卡 你们 给我闭嘴 哎呦 万少 还不让我们实话实说了呀 这里可是厕风大典 有夏主 隐神医 这么多大人物在 我们就要实话实说 我们不怕你 你们 秦医生 真的是你吗 见过夏主 快起快起 夏主 您说什么 难道他 他是 难道他 他是 他就是秦医生 隐天朝的师父 之前我在他边境之战 受伤被秦医生救治过 秦医生还活着 秦医生没有牺牲 他就是隐天朝的师父 秦天 医生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秦医生 你刚刚说 隐天朝 起尸灭祖 究竟是怎么回事 边境之战结束时 隐天朝 想取代我的位置 给我下了毒 最近知道我还活着 三番两次 想置我于死地 胡说 他的胡说 夏主 秦医别听到胡说八道 我没有做过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白虎战神 出来吧 隐天朝 别抵抗 承认吧 回夏主 刚才秦医生说的句句主实 隐天朝确实让我们 去除掉秦医生 为此 还让我和玄武战神 涛体战神 绑架万三千一家 要挟秦医生 夏主 隐天朝 狼子夜心 为了得到秦医生的位置 不择手段 残害秦师 连畜生都不如 属下也可以帮秦医生作证 你们都给我去死 你们都给我去死 夏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全部中了我的尸魂毒物 你和我的紧 都得死 夏主 速度让我离开 不然 全部人都得给我培葬 林丁宝 你以为你的黑烟我解不了吗 夏主 什么 给我拿下 师父 我错了 夏主 饶命啊 秦天 我们刚刚中毒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秦天 我错了 救救我们吧 我凭什么救你们啊 你不救我们 我们真的会死的 求求 秦天 求求你啊 救救我们吧 看咱刚才你表现不错的份上 铁药给你了 自己下去 接受处罚吧 秦医生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要不是你回来及时 我早就被这些蛀虫败类们给害了 你受委屈了 以后 大下一届 就由你来管理 大下一届 由你管理 我放心 秦先生 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能答应我吗 万小姐 你莫安家帮了我这么多 你有什么事 尽管说便是 只要我能做到 绝不推辞 万小姐 你这是 你快起来 自从边境之战 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之后 我就已经开始喜欢仰慕你了 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 是你让我知道了 什么叫做爱 万小姐 你这 我想嫁给你 我是认真的 你愿意娶我吗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秦先生 飞飞 她是真的喜欢你 之前那么多人追求她 都被她拒绝了 全都是因为你啊 如果你觉得她不错的话 真希望你考虑考虑 秦先生 万小姐要身材有身材 要样貌有样貌 就答应她吧 万小姐 确实不错 敢爱敢恨 有勇气 那个万小姐 咱们接触时间上短 要不先交往试试 直接结婚 也太快了 咱们秦先生啊 在敌军千军万马中 都不会眨一下眼 居然今天也会害羞啊 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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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她